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海巡署的各部会的官员 大家早 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这个署长 黄委员你好 署长好 辛苦了 那今天大家都 几乎所有的这个委员都 绕在这个钓鱼台的这个 渔船要去绕行钓鱼台的部分的问题上面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渔船要绕行 这个钓鱼台的部分 原则上今天下午要出发嘛 对不对 下午三点 那你们已经预估有多少船舰 已经确定了吗 现在确定的是有76艘 另外在海上作业的 会不会临时加入 应该在最多在100艘左右 最多在100艘 那请问一下我们海巡署 有多少的这个船舰要去护卫他们 我们不使这个10艘以上 因为这个详细的数据我想不变在这边说明 但是会在10艘以上 所以在10艘以上 那我们现在目前海巡署 所有的装备的部分 总共有多少艘 我们现在所有的船 20吨以上有161艘 20吨很小啊 对啊对 就是小的部分嘛 那你大的部分呢 现在我们 有办法有去护卫的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10艘都是在20吨左右的吗 不是不是我们这一次最少100吨以上 最少100吨以上 那我们现在目前海巡署在100吨以上的船舰大概 在执法的部分 在500吨以上的有16艘啦 500吨的 500吨16艘那2000吨 2000吨两艘 两艘 是 然后1000吨的 1000吨有的是800多吨的 多少艘来 1000吨两艘吧 对不对 那个 我们大概都算1000吨 但是有的800多吨的 这个 2000的有一艘是巡护船 巡护船也有一艘啦 2000吨的有三艘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台南舰三艘 另外这个 你来讲 来 我们一次请副总绩来说明 报告委员 那个我们现在巡狼舰核心尾信舰是2000吨的 台南舰是2000吨的 目前在扶琴 那那个巡护船有一艘是1000吨的 巡护船1000吨的 对 只有一艘而已哦 对目前 目前全台湾就只有一艘 因为它是做远量渔业巡护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署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来讲500吨以上的有多少艘 可能有几艘会去 这总是要讲一下吧 不然你都配20吨的去 可以可以 没办法保护 要怎么保护呢 我们这一次是有500吨是有五艘过去 五艘 对 有含他们原来在那个北部机动队的部分吗 那另外还会再加一艘1000吨的巡护船也会过去 一艘1000吨的 那其他的就是都是 2000吨 100吨以下 没有还有2000吨 2000吨一艘 对那其他100吨 100吨数 那其他是100吨 4艘是吧 4艘 100吨有 这加起来就数量就 100吨有4艘 对对 好所以现在就是大概原则上是10 10艘左右的这个 不要超过啦 超过 那想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舰上所配备的武器 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这个像核心舰 我们是 这个已经公开了 就是20机炮了 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机枪啦 手枪啦 这一部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中国 就是巨暴载啦 中国现在已经有 这个16艘的公武船 在钓鱼台海域附近直访 而且还有两艘 动武士A 护卫舰在旁边 那如果发生的这个 渔船冲突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配置 就今天这样子一个配置 有办法保护渔民 完成这样子一个任务吗 这个我想我们这次 最主要是日本 那日本因为 它这个我们近日 24海里12海里 所以日本它的公务舰 它一定会出来的 那至于中国大陆部分 他们所谓的部署 都是在钓鱼台的北方 他们的渔船 都没有到24海里之内 那今天的中央社 他们也报导了 就他们的渔政船 也慢慢的有部分 是已经离开了 就离开这个钓鱼台的海域 那因为我们 我们的传统的渔船 是在钓鱼台的西南方 中国大陆是在西北方 所以说中间还是有区隔 那刚刚有几位委员有提到 如果说有 中国的这个船舰 或者是渔船混入 这100艘里面的话 你们要如何处置 对 那事实上我听到 好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 对啦 这个在法律的规定上 我们要驱离 驱离 是 只有驱离 他就已经混在你里面 你有办法驱离吗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状况 我们因为有随行保护 所以说他们大陆的渔船 要混到我们的这个船队里面 我想这个是应该他有困难度的 我们因为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随行保护的 随行保护 所以其实那如果有人拿那个五星旗的国旗出来 我们渔船里面 或者是其他有人夹带混 混杂的这个五星旗的这样子 我们这次在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同源 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检查 不得攜带五星旗 因为依照规定 那这个船舶要挂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这部分我们会严格的这个检查 那如果说违反规定的话 这个我们要像上次 他们那个这个保调员事 攜带五星旗 我们就喊给交通部的航港局来处理 那如果过程的话 就违反行政的处分 可是署长 上次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态度 让日方非常不满意 他认为我们台湾 事实上是连中制日啊 没有他们应该很清楚 他那个他那一天是在零点八海里的时候 他把这个旗子拿出来 摇一摇 然后就丢到就丢到海里 那事实上我们的公务船当时还在十二海里外 事实上我们就没有发现 那这些部分当然我们事后我们也处理了 如果这一次还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当然就依照行政法令来处理啊 所以你们也只能够依照行政法令处理 那其他的部分你们没有办法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员 当益王益王在安检守的时候 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检查 如果期待五星旗我们就给他保管 这个这个绝对不准他带出去 如果我们的这个渔民 就是渔船里面 后来有夹带这个中国的渔民 带着这个五星旗的这样子的国旗进到这个钓鱼台海域 那你们怎么处理 你是讲中国渔民是吗 对啊混到我们的这渔船里面去哦 这个应该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如果有发生不能说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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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本来在海上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到时候你们又摸名倒戏啊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执行上 我们这一次我们绝对不和中国大陆共同来处理 那那刚刚回到刚刚的 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有十艘舰艇会去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其他 你们本来原来的业务作业的一个范围呢 譬如说你掉了五顿五百顿的五艘过去 原来在北部的执行可能只有两两艘嘛 对不对 好那你其他部分是从哪边掉 我们我们有的是有从台中掉的 从台中掉那台中那边不就就没有办法执行他的业务了吗 那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有啦我想我们这个因为这是一个专案的起务 那我们的舰艇太少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执行 那这是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执行就是从今天到明天 我想明天如果说这个没有特殊意外的事故 明天晚上就结束 那如果有特殊的意外事故 如果是在这个台中附近发生的重大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有我们还是有舰艇我们还是有舰艇我们只有钓一艘 那他们那边这个我们有台中机动海巡队还有台中海巡队的 所以台中钓一艘那另外两艘是哪边钓的 还有两艘嘛对没错啊 两艘是花莲 花莲南投跟花莲金 花莲钓了啦两艘 对花莲钓了 那花莲钓了两艘花莲总共也才两艘而已啊 那东部就都没有啦 东部就就防线就没有人没有人在那边取缔执行他们的你们的过去的一些业务 就这几天就没有那这样子如果有任何走私的情况那你们要怎么复杂 没有他那个我刚刚讲的是五百吨的两艘 但是我们台东机动海巡队还有台花莲海巡队 他有一百吨的这个巡楼艇 不是说所有的舰艇全部给他掉光不是我们正常的情绪还是排的 所以你们也有办法就是说如果正常情务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有办法 这个就是让他整个这个很顺利 对啊在正常的情务当然我们要维持 那这个专案的情务当然我们必须要掉这个这个这个舰艇来来执行 当然也有的委员说啊你这个掉的太少 我来日本也许三十艘出来 那我们相对的当然我们自己扁先 我们也要足够的能量才能够处理啊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如果是钓鱼台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那南海的部分你们现在目前 上次我有请教过署长嘛 你说目前在南海的部分就是一艘那个违星舰 是不是 没错吧 对我们违星舰这个 在那边巡航 对一个月会去四次 四次 一连四次 那你们在那个南海的部署呢 南海的部署方面 现在我们的负责的一个艳务哈 就是进县式水域 就是说四千六千公尺 这个我们在这个海事实上我们没有这个能量 那我们在当地的 我们也有M8艇 那最近把多功能巡气艇 有两艘运上去了 另外在东沙的部分有二十顿的 有十顿的 他就执行了 他如果说越南的渝船过来 他们就可以驱赶 另外我们的碧海勤务就是 东沙一个月一次 大概去超三四天 再用结合当地的我们的这个指挥部 来来驱离 比较大规模的驱离 现在我们的勤务部只是这样 那那个署长因为上会期我有请教过你嘛 如果真的发生重大冲突的情况之下 我们资源的船到那边 事实上要将近三天嘛是不是 记得你讲七十二小时还是七十八小时 三天嘛 那你们现在在这么情况之下 你们有所改进又有所检讨了吗 现在国防部他有一个未将计划 这是国防部他们定的 就是说发生意外的话 他们有一个资源计划 多少小时可以到达多少的能量 他们都有完整的一个规划 但是我们海巡署在那边如果 为什么会那么大写 大家听说 他们有什么要求 对不对 тиров他 相当的 就没加了 难道 你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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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